- 秩序井然,则四海可定。- 天子手握大汉江山,肩负着天父之王权,统治着每一片王土。 - 好,我们第五个小时直播,播一下汉灵帝刘虹啊,再播一个小时,再播一个小时珍惜啊。 - 嗯,我们这回的话,黄金军刚刚演示过了,天公将军张角,我们已经是完成了战役。 - 这回呢,就来演示一下他的这个对手,汉灵帝刘虹,可以显示出使难度疾难。 - 我们依然选择双疾难吧,就是三疾难,他的这个,呃,派系的特性呢,首先他人物特长是加200%家族基业,所以他基本上这个收入还是非常高的,就是家族基业这个基础收入。 - 之后呢,是政治影响,重的影响的话就是,呃,也是他获得的自己的一个特有的点数吧,可以用通过这个点数呢,来,呃,进行黄金军。 - 王宫内的任免,以及,呃,这个执行外交手段来吞并其他的这些我们手下的派系这样子。 - 他的这个特有部队是语林军,就各色语林军啊,之前在C1战斗中已经看过了。 - 然后的话是,呃,这个是他特有的这个,呃,就是帝国朝廷,我们里头会看到。 - 然后呢,这是他特有的一个,呃,这个,就是差事上次官吏,出使的是孔荣。 - 这不是孔荣,合进,袁绍和孔荣。 - 这可以看到和刚才的这个张角的这个一对比。 - 张角这边,明显,张角是开局全红啊,然后,呃,汉林帝呢是开局全皇。 - 我们来进去看看这个开局全皇是个什么的态势。 - 这好。 - 张试兄弟,揭竿而起,亦在诸灭吾道昏君,推翻汉王朝。 雄心野望如燎原之火 一星难灭 终至玉鹤难田 试问天下 有谁能抵挡权柄的诱惑呢 宦官们对汉室青颓视而不见 依旧为自己攫取着更大的权力 那些曾忠于汉王朝的诸侯则看到了机会 事到如此 天下人无不设法为己身谋取利益 而张角则盘算着要军陵天下 统御四海 天子大权旁落 皇后和宦官们争权夺利 作乱朝政 战火已是一触即发 不知要流尽多少鲜血 才能使天下重归一统 汉朝在铁与血中争得了天下 延续了秦朝的统治地位 并维持了数世纪之久 历代汉帝紫城复业 统治着这片江山 并以自己的方式维系着王朝的存续 好 那我们开始吧 游空战役 陛下 上来又是文官和武官 轰动 你们俩不要咋啦 去 这是个宦官 皇后贤良淑德 是您的贤内助 兼之有大将军合进 兴兵讨密 报名和叛党 必将一败涂地 此言不虚 幽济贼人 以区区之众 迎天下百万之师 早晚休矣 你乃是天命所归 然而却有作乱为祸之徒 妄称天命 企图颠覆汉室 千万别让他们得逞 天命帝王 寒暑炎凉 丰收积锦 盛衰 新王 皆来而复去 大汉王朝 一经长盛不衰 万事永存 你上乘天命 下狱万别 但也要面对人心浮沉 所有人 见悦你的地位 外忧内患 永远不会彻底消失 天下大事 何久必分 对 那我们刚开始的依然是这个给炼击的这个工具人啊 他名字都没改 派系也没改 大将军何俊 上去先把他做掉 不过我们是开始战斗之前先介绍一下这个派系的特有的机制吧 这是汉朝皇帝刘宏的特有机制 首先很多人之前觉得这个刘宏是这个三国版的西罗马帝国啊 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你可以看到你的这个实际可控位啊可控的这个领地呢 只有洛阳这一座首都的这个都城 其他的城市呢并不在你的控制之下 可以看到比如说这边的留言 他和我们之间的关系呢叫做寿命于天之 他现在是啊会 会这个啊 像我们朝贡然后呢 我们在在从从他的朝贡中呢再反给他一些 可以看到这边的一个收入中就可以看到啊 收入中有一个叫做外交 你可以看到我们外交每回合获得12665钱的一个收入外交收入 支出呢是11397的 你说啊这就很像天朝朝贡体系吧 就是你贡进贡一些 然后我们再反回去一些 基本上我们只拿就是真正这个在手里的 拿到手里的就1000的块钱 所以说啊其他的这些领土跟我们的关系啊 不是那么的大 他们不会像我们宣战 他们是我们的小弟 但是我们也不会从他们那里拿到太多的东西 就是拿了拿一点点钱 很多人就说这个汉 汉灵帝流洪是洛阳太守啊 对因为我们就只有洛阳是我们真正实际控制的 这样的一个城市 除了这里呢 其他的地方呢 我们都只是等于说是任命了周牧 或者什么太守去管理啊 边长莫及天高皇帝远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内政 内政的话这回的话 刚才 刚才说话应该是你吧 对刚才这个什么 刚才那个开场动画不是有一个人 假装自己是大忠臣 然后这里跟我们说什么 臣必当忠心耿耿辅佐陛下 应该是这位啊 张让 这个是历史上的非常有名的石长氏之一了 石长氏就是 说实话石长氏我也不知道这个具体管什么 应该是管总管后宫的 所有太监的吧 叫长氏 然后汉灵帝呢 特别的昏庸 他是在他阵上是直接封了十个长氏啊 所以史称石长氏 一般来说的话就封一个 应该是就封一个或者封 反正不是封十个 然后张让呢是其中之一 然后这还写了一个 他的这个称号叫黄富 虽然没有选人关系 但此人如同天子的亲生父亲一般 对这个也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 对这个张让呢 是当历史上的刘洪 真的管他叫过爹 就是还有一个是 还有一个叫什么 还有一个这个 应该是赵忠 对赵忠是黄母啊 对当时这个刘洪是说过 张让像我的爹一样 然后呢 这个赵忠呢像我的妈一样 这两个宦官当上了皇上的 这个爸爸和妈妈 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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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在历史上来说 非常非常可笑的一个事情啊 就是汉灵帝的这个 非常混乱的后宫和他这个朝政 而且在汉灵帝时期呢 也是爆发过这个二次党固之争 导致很多党人是被迫流亡了 当时恐龙后来也是这个受到牵连啊 差点被砍掉 差点被斩首 是他哥替他死的 好像是我记得是他哥替他死的 反正是第二次党争是导致了 当时很多的文官 很多的文人 朝廷中的文人是被迫流亡 然后的话 这基本上就可以看到 现在这样的一个形式 就是我们开局的形式 就是文官党影响力非常高 这个文官指的不是那个党人 指的是宦官这个集团 你看到他这边 他增加每回合 这个增加有39是宦官 他们三个鸡蛋上跳舞的 这就是尝试平衡的三个势力啊 这边这个文官党 可以看到在势不可挡的时候呢 是减五的贸易协定 加250%的建筑成本 减三的建造实践 加三的建造实践 加125% 这是唯一好的 加125%经验 加125%的增目 所以说文官 在就是也说宦官执掌朝政的时候 有巨大的腐败啊 可以看到基本上就来说 就是各种各样的钱什么的 就都没了 就是各种 导致朝廷的这个收入啊 入不敷出 就是现在这个宦官主政的一个 非常非常大的问题 如果是中 如果是中兴党执政的话 可以看到在满阁的时候 是有 左排气减30的外交关系 就体现了这个皇权的 这个高度中央集权啊 因为是中兴党 然后还是 加这个差事 然后加 新墓将领等级 而且可以吞并臣民 右边是军阀党 最顶级的时候呢 是减15的满意度 加5的 加5个贸易协定 然后呢 可以与臣民 与臣民协同作战 这应该是指定作战目标 然后呢 加25%的产值 和加10%的补源 对 所以说的话 我们基本上来说的话 这个听到这两个的 这个在 获得更高影响力的时候呢 给的buff是更好啊 听说好的多的 你这个文官到到日益增长 就是最低一党的时候 依然是有很多的 基本上来说 还是一个非常赔的一个买卖啊 对 所以我们的这个主要目标 目标呢 就是尝试削弱文官 然后呢 加强宗亲 这是皇室的这个宗族 和这个军阀的影响力 然后的话这边 你可以看到这个每个人的这个脑袋上 有一个他的这个标 就是显示他是哪一党派的 这些可以看到 现在这个官府中 朝堂上啊 是大部分都是 这个宦官的耳目 宦官的爪牙 对 就是时常式的这个爪牙 已经是占领了朝堂啊 虽然说这个不大正确吧 首先这个孔荣和这个 呈丹历史上 都是属于党人这一派的 至少他们不是 至少他们不是宦官这一派的 这个人包庇过党人 这个人在历史上还进过 像皇帝进过这个 剑说要说这个宦官 误国太深 然后最后被宦官给弄死了 结果这里被CIA亲定了 CIA教你 CIA历史官 CIA给他分配了一个叫 蛇蝎心肠 有一些还是这个有问题的 其实我已经跟CIA进行反馈了 比如说这个草顶这个东西 我已经跟CIA反馈了 所以说他应该会在发售后的 第一个补丁 将丞相这一职是设为空置的 因为我们知道 汉朝的时候没有 汉朝的时候 应该是汉朝 对东汉时候没有丞相一职 是曹操重新设置的 在曹操之前呢 是三公 三公是代替的丞相这个职责 所以说这里应该是没有人的 在这里他拿了一个 这应该是个宦官 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以形阉割的 这个草顶是个宦官 他们CIA是设置了一个宦官来当丞相 不过这个我已经跟CIA反馈过了 所以说他们也是已经收到了 他们之后的话也会进行观感 好 那么说了这么多的话 我们对这些 基本上戴个帽子的 戴个帽子的不是宦官 就是我们的皇后 对我们皇后也戴了个帽子 这个帽子的意思是 此人已受伤无法被部署 这里是这里 这一根是 应该是后背显 这是后台显示的 这并不是受伤 宦官某种意义上来说 确实是受伤 确实是致命位置受伤了 这些都是宦官 戴的这种帽子全是宦官 他们宦官有一个特性 就是乙行阉割 乙行阉割的 你可以看到 加三文官党影响力 然后是加10%派系的人物俸禄 派系范围内的人物俸禄 而且还加二的粮食生产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只有洛阳一个大都市 却只有父母的粮食的原因 就是因为 宦官在帮我们征粮 宦官们 有只有一个好 粮食 这真的是非常的多 但是他非常大的问题 就是10%派系范围内的俸禄 可以看到我们的主要支出 1.4万 是人物俸禄 就是这一堆 宦官 10% 10% 叠上去 所以我们就 首先要干掉的 不是干掉 首先要铲除的就是朝内的宦官 把这些宦官全部铲除 这样好 我们的经济才会有起色 然后当然了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现在 民众也非常的低 现在的话 民众是 民众是负 这个只加1 但是我们又要去行一个差事 刚才还没说 就是 这个真的 新的这个机制非常的多 这个 说一点就 可能会漏掉 这个就是这个政治影响力 刚才没说 这个政治影响力 是用来这个 解雇人的 要完的话 大家肯定上来就花钱 或者什么直接撤职 全部都撤走了 这不是很简单吗 不可以的 这个朝堂上的政治斗争 怎么能说 这个非常轻松的做掉 这个非常轻松的就放住 你必须得用政治影响力 这个还算是 有历史意义的 这个朝堂上 就算是皇帝 你也不能说 真的是任意 废掉三姑九卿 然后罢免大量的 这个文武官员 就是要有一定的政治影响力的 所以说 他我们的这个主要的一个 任务就是 积攒这个政治影响力 所以现在我们是每回合 获得这是几啊 获得十二 那怎么能够更加快速的积攒呢 就是在这里 我们可以让皇上去办差 这个皇上有一个办差 叫做赏赐官吏啊 这样的话 他每回合可以再加十的政治影响力 然后呢 他还会减十的一个公共秩序 然后加50%的人物经验 兼不得粮食生产 对 所以说这样的话 我们的一个公共秩序就更低了 我们有 因为我们这里有185万人口 非常多的人口 导致这个公共秩序很快就会崩盘 怎么办呢 再加上我们这个粮食也很低 怎么办呢 就是把这个城拆了 对吧 把这些汉末涌入京城的这些难民流民什么的 全都赶走 那不就没有政治 不就没有公共秩序的问题了吗 对 我们的这个汉林地是想法非常的正确 对不对 我们就把这个城都拆了 把这个难民收集所什么的全拆了 可以 然后的话 当然对外说 我们是反腐畅联 我们对外宣传反腐畅联 把这个建筑什么的 这个废的都拆掉 我们这实际上是反腐畅联 我们这个把这个宫中 把这个叫什么 城内的这些 这个奢侈建筑物全拆了 把奢侈建筑物全拆了 对 跟那个黄金军是反过来的 黄金军是没有人口 也要 也要城市化 起先城 然后这边到了汉林地这边 到了汉林地这边 就是 就是把这个 把城都拆了 对 降级 降级 把这个人口全都赶回去了 我们是人太多了 那边是人太少了 好这边应该可以说差不多了吧 自动战斗再走 这是王三人 对 雨林地就是这么牛逼 都放了吧 开战 王师猪贼 获得25的政治影响力 这样的话 我们就有政治影响力来 先把这个成长 我们就有政治影响力来进行 这个政府的人事任免了 那么 先砍谁呢 看一看啊 这个人22岁 这个人22岁 412 和氏之友 和和静是应该是关系比较好 那先砍你吧 撤制 再见 然后 我们还能再砍一个吗 不可以了 先把这个宦官什么都砍掉 可以看到砍掉宦官之后立刻就付5000了 这个还是不错的 然后和静这个将领也还不错 和氏屠夫 CE官方给他的命名是和氏屠夫 对 他确实是和 他确实出身是屠夫啊 但他这个技能非常好啊 你看到是减80%帝国部队维持费 要不然雨林军的维持费是爆炸的 真的 要不然雨林军维持费就爆炸 但你可以看到在我们这个和氏屠夫的手下 10块 45块 43块 这是什么 11块 哇 超级便宜 这个雨林军不要钱啊 在大将军和静的带领下 真的是不要钱 非常开心 然后的话 我们给你分个啥呢 这俩都没什么大用啊 我们 先 先不盖吧 先不盖 先等下回合的这个拆势到任了 我们再盖 然后的话 还有什么事情 我们再任免点官职啊 太守任免的 任免的谁呢 洛阳太守 找一个好一点的 建筑成本 最重要还是减 合进是减建筑成本21 和皇后10% 实际上我们不是很挣钱 我们基本上没钱挣 我们找一个 这个送点是还可以 减16% 哎就选合进吧 就让合进来吧 就让 这是加5% 所有 实际上 哎让和皇后来吧 让和皇后来 让和皇后来 对 都差不多 都是合进他们家的 然后我们这个可以再任命一个宗正对宗正的效果还不错啊 宗正是加一个分配差事 然后合进来干个宗正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再分配一个差事 再分配一个什么呢 再分配一个让让这个和皇后去征务吧 加10%的一个这个补元 对这样的话我们下回合进卫军实际上是可以实现补元 那可以看到进卫军 虽然说刚才说特别便宜 你会觉得特别无敌 但是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进卫军的这个 有一个基础减20的减20%的补元速率 基本等于他不可能补元啊 在前期的这个科技水平的情况下 所以我们就得靠差事来给他补元了 然后还有什么问题 还有这个我们的一个 哎不行 前期没有这个贸易协议 不是很好签粮食 签不出什么粮食 啊卖卖卖打的什么也可以 卖的看看谁有粮食 那个我们的那个小弟 汉帝国是不是有粮食 我们需要等粮食 来个五个粮食差不多吧 给你个书 八个粮食有点多了 六个粮食吧 然后你再给我点钱的好了 对因为拆了成不会那么缺的 所以我们拿太多粮食 没有带大的意义啊 就拿 拿五个粮食吧 拿五个粮食 再拿四百块钱 我方接受你的提议 OK 下一回合 实际上我们就不会缺粮了 因为我们把这个城市拆了 把流民都遣返回 都遣返回原级啊 都遣返回原级 好 那我们下一回合 应该没什么事情了 摩斯尔下一回合 我们下期再见 迈向胜利 好 有三的粮食 实际上也不是很多啊 因为我们还需要那个 还需要 我们还需要砍掉宦官啊 因为你想想 我们砍掉一个宦官 就会少二的粮食产出 这些宦官都会给我们提供粮食的 哦 还有一件事情 我忘了 我们这个 有一个大法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 我们这边 我们 有这个 宦官的 有宦官的这个爹 宦官的妈 没有宦官的儿子 我们养一个宦官儿子吧 收养一个 宦官的儿子 财政天才 家族基业加10% 然后再给他 找个老婆 你会发现 宦官还可以找老婆 历史上好像也有 明早 明早好像也有 对时 再给他找个老婆 然后再把这个老婆 哎呦不对 我应该是 应该是找一个宦官的 女婿 嗯 操作有点失误啊 没事没事没事 没事 我们再把他离婚 实际上 实际上没什么大问题 实际上没什么大问题 我们再把这个 妹子再 再拉着来 你也进我们家族 来来 你也来 过季 然后 我们 我们再 再跟 别人 谈一谈 听说你们家 有一个 孩子 刘章 是不是 我们这可是 我们这可是 这个 黄女啊 王昭君 是不是 来 你这个 跟我们结个婚吧 把这个 把刘章骗过来 先骗刘章 刘章这个 年幼无事 年幼不懂事啊 我们这个 他怎么是蛇蝎心肠 等我 这个是 应该是加入我们派系 对吧 加入我们方派系 而且还 哇 对方还白 很开心啊 这嫁入皇室 非常开心 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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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骗个刘章 还能捞到钱 非常开心 你的提案不错 爽 爽爽爽爽爽爽 然后 我们 继续 这个 还没有完啊 你们不要以为 这就完了 还没有完 我想想 应该是 今天有何贵感 但愿你我 能开诚布公 谁先来 但愿此次 你我能推 有话请讲 但愿能弹出 些结果来 请搜 诶 对 这边我们就提议联姻 对 他们这个 这位同志有一个 卢夫人 这个卢夫人也是非常不错啊 32岁 我们也是32岁 同一岁啊 对 你不找什么急啊 这回我们选择把这个 我方人物加入该派系 对 这样我们就不用再费我们的宫廷 政治影响力啊 直接送一个 把我们的儿子送过去 这是黄子 黄子 黄子出嫁 对方也是非常开心啊 你看又可以骗钱 诶可以可以可以 再骗点 再骗点 对 对方说 哇塞 取了个黄子 以后这个黄子 还能封王 封个什么 封个什么 这个 他在哪啊 这是哪 以后封 封一个 这叫什么 江陵王 对方很开心 诶 可以 再卖一个 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宫廷 不是又少了一个吗 你看 粮食就又变少了一个 这样的话我们就 又不需要多等两回合再把它开除了 血赚好吧 多花点钱血赚 其实也没多花很多 结果这方非常开心的 呃 赢了 赢回一个黄子 结果发现黄子没有 没带板 这就不关我们的事情了 我们这 我们这边操作非常开心啊 这刘章 刘章带了 刘章到了 然后刘章你 呃 哇塞 骗了个周厉回来 哇塞 可以啊 来来来来 这老弟 你先扣标战 我们 丁元呢 找丁元 对丁元的 义子 这个时候还是丁元的义子呢 这个时候还是丁元的义子 吕布 吕凤仙 可以 吕布也可以骗钱 这离婚费 基本上一爆 我们都给我们 都给我们拿回来了 算是谈妥了 可以 行啊 这董 董卓 被截胡了 董卓被截胡了 董卓这辈子就困 困死在 这是什么地方 朔方了 他没法上位了 丁元的 儿子已经被 被我们拿 被我们抢 抢先一步抢走 很开心 吕布 你妈为什么 你怎么不开心呢 这个吕布不开心 那给他封个官吧 他是 给你封个 它是什么效果 无双飞将 给你封个大红炉 让你开心 开心 开心了吧 很开心 吕布怎么拿到赤兔了 吕布怎么拿到赤兔呢 他这 那估计是董卓 前手 前脚刚送完 吕布赤兔 然后后脚 就被我们截胡了 董卓表示 马歪匹 董卓表示崩了 我们这边 发布一个 无微而至 怎么怎么官府这边 也搞这个黄老之道 无微而至 无微而至 减20%俸禄 可以可以可以 我们离这个 财政赤子 解除财政赤子 又进了一步 这个省得拆势 OK 行 一顿操作 卖了个宦官 赚了俩传奇 爽不爽 哎 张氏兄弟 然后我们继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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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个 看看砍谁啊 今天 把你 妙手空空 好 这只 再砍一个宦官 负3000 我们需要 搞一点点的 呃 良社 还要是有良社 别来无恙 他不能给我们两手 朋友 欢迎 不 不 哎呀 缺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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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弄 懒 我要不走直行个 哎呦好烦啊好烦啊好烦 谁有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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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吉福 主要是我在下回合再砍一个宦官 我又需要我又缺量 这东西没够的 我们再降一级吧 把流民全潜上了全潜上了 把所有的这个洛阳城里头的 没房子没车的全部潜返原级 全部潜返原级 哪来的回哪去好吧 哪来的回哪去 我把这个差事搞一下 把差事换一个 然后我们下回合就加个住凉差事就好 反向黄金 我觉得这玩的非常 我玩的非常正确对不对 我们官府就要跟黄金反着干 消灭贫困人口 黄金军就是盖城市 我们就是烧城市 把城全拆了 开仓寄民 完成在回合开始时拥有五粮食 对我们就是开仓寄民了 你看CA也发现了 我们开仓寄民 让大家都吃饱饭 京城里现在人人都能吃饱饭 这是为什么 就是开仓寄民 感谢柯娜亚的无许的帝茶 谢谢 明镜高悬 走你 再开一个宦寄民 然后我们 对我们对刘章实际上 但刘章被我给踹出去了 我应该把刘章留在派系里 我们这儿子好开心 一回合之内 娶了两个老婆 这估计是历史上 最爽的宦寄 这什么续练呢 小哥把这个把这个丞相串了 把刘章扶上来 然后你随便 我们对 我们需要 整个差事 来猪农 搞起来搞起来 红龙 黄金军 黄金军 事态越来越旺 我们把这个 曹丁也撤了 然后 刘章 刘章应该是最有用的 他这个 叫什么 B爱 养力 是加粮食生产的 在对抗宦寓时候 应该是非常有效的 把刘章扶上我们的丞相之位 然后他这个什么 没什么用 都没什么用 留着不留着 都给你留着 很开心留着 OK 你也被干掉 他那个宦官的衣服是扒不了 宦官的衣服都扒不了 你还想扒宦官的衣服 这真的是 真的是够了 好 我们文官党的影响力下降了一档 这意味着我们应该是可以进行贸易了 应该是可以进行贸易了 然后刚才损失了一些兵力 对不对 对我们继续 继续搞这个 争目差是吧 继续比 继续比 那皇后再来 然后 搞一下这个贸易 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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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59 基本是8 董泰事 像 交 口 和皇上这么说话 0 要的把你面 小老弟 哈地狗 OK 哇我们收入回正了 感人感人的第几回合 第五回合 可以看到没有 第五回合 我们英明 伟大的汉灵蒂 应该说 对 已经把粮食和收入双回正了 接下来的话就是一路平A了好吧 学会了没有 学会了哥的运营 这还真是F2A了 剩下就只剩F2A了好吧 嗯 嗯 我们是开个什么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唐州投汗和上一个党一样 唐州又投汗了 需要21回合吗 我来比 我们的两个任务要不然就是让中亲党来获得的影响 要不然就是让军阀党获得的影响 这样都是可以接受的 我们继续把这些 呃 继续开出宦官吧 先搞宦官 看看这这几个太位 你什么英权耳目 积极时间简易 没什么用啊 蛇蝎心肠 也没什么用 对 因为 因为这个皇帝的这个朝内是三公加上丞相和太富士都可以使用他的这个叫什么 呃 这个 当 仅当该人物是成像的时候生效的 所以说我们可以把这这些地方全塞上的一些有特别好技能的人 干嘛呢 没什么人有好技能啊 没什么人有好技能啊 嗯 元少子不大不大型 元少的 对 元少的不大型 那我们给啊 先开除吧 先开除 来 把我们娘撤了 把咱娘撤了 再见 一统天下 一统天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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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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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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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贝的关系网,不知道卢芝去哪 这真的是走了三国演义的剧情 历史上 卢芝可是 中央级,刘贝就是自己带的一点地方民兵参与的黄金之乱的评判 刘贝比卢芝牛逼多 卢芝就是个弟弟 两位和王国 卢芝牛逼多 这里在雪牛逼多吃瓜 嗯,瞅一下,瞅一下刘贝 这里 你 道不 不要上去 看不见 不可见 没了 没了没了没了 正气如火 熊熊不息 不知 下一夜 整点农业 多老点钱 嗯 嗯 刷钱 这个游戏 汉林帝真的是 就稳坐中央 决胜于千里之外 我就是把经济养好 然后一波F2A 直接带走算经济 至少我觉得是这样是最优解 也是打起来最爽快的 坐镇中央 看我们的这个属下上去 群殴 好 已经到了4900块了 月入 可以找普通部队 说实话 我不会找金美军 我不知道金美军怎么着 可能是需要一个什么东西解锁